听这话 吓他几个哭丧了脸 一遇却露了笑 他是愈发喜欢晋路安的性格 软而不屈 直而不硬 当真是招人喜欢 好了 都少说一句 这里是王府的后花园 等下招了人来 你们谁都不好看 王妃 晋路安小了声音 眼里满是委屈 又傲丧自己刚才的失态 时辰不早了 我也没精神应付你们 今天的事啊 我来做个合适佬 这事情就算了 一遇没等下面几人松一口气 转手就将茶杯递了出去 不过 咱们两个也不能白受委屈 方才是哪个敬你茶水 你去还了他吧 这水啊还烫 你慢着邪导啊 晋路安愣愣地接过了茶杯 走下亭子 站在一脸惊惧的楚小思面前 这才听明白一遇的意思 此敬茶而非彼敬茶 晋小姐 看着晋路安手中的那杯热茶 楚小思强作镇定 为了不让一遇听见 压低了声音 对着面前的人咬牙道 你当真是要与我为难吗 你可要想好了 又被他暗话威胁 原本还在犹豫地进路安 立马被击到了 凤然一声呵斥 手里的茶水 想也不想地便泼了出去 怎么 我若是为难你 你便要像之前说的 找人撕烂我的嘴吗 啊 在被茶水溅到脸的一瞬间 楚小思便惊恐地扯着嗓子 大叫了起来 双手飞快地去无脸 来之不及 被泼了一脸 喉咙呛了一口水 当断了他的惊叫 淹没在远处的乐器声中 平同知道 一遇要是在这里办事 早知开了附近的客人 这点嗓门 在偌大的花园里 经不起半点波浪 我 我的脸 楚小思身边的三位小姐 一脸菜色地朝边上挪开 进路安眼看着她 就要在地上打滚 心里忽然觉得自己可笑 同这样一个 构杖人士的东西 她是气什么呢 于是不耐烦地提醒说 行了 你的脸没事 这茶水一点都不热 是温的 楚小思傻乎乎地停下 摸摸脸 再摸摸手 果然温温地一点也不烫 没再继续丢人现眼下去 一遇已坐在亭子里 喝起了咸茶 她有个习惯 不喝太热的水 喝太冷的水 通常喝凉茶 这便是放凉的茶水 说要喝热茶 那便是稍微热一点的温水了 有关她的习惯 平同从不会记错 这回是温的 一遇平静道 下回再让我听说 你要撕了谁的嘴 我便敬上你一整壶的热茶喝 楚小思打了个寒紧 湿答答地跪坐在地上 在大惊大怒有大惧之后 哪怕是因为被长孙贤当了弃子 在果子间被排挤的那段日子 她也没有这种被人轻松拿捏在手心的惧怕感 心中正有种恐惧慢慢的滋生 叫她不敢抬头看一眼亭子里说话的人 这是她头一回清清楚楚地意识到 已经不一样了 当初那个在果子间低着头 任凭他们训斥不吭声的小丫头 现在是远比他们身份 都要高贵许多的王妃 今日之事就此结果 我做个主 日后谁也不许再翻旧账 都先颠颠自己金粮 若哪个要借今晚之事为难谁 我第一个不饶他 一欲凉凉地丢下一句话 让他们自己去想 一手搭了平铜的胳膊走出了亭子 二哥回宴上去吧 陆安随我来换身衣裳 莫赢现在的情况并不好 我们开始躲着 避着 照您说的 待在园子里聚会 修身养性 是过了一段清闲日子 他们见不到我们人 便无从作难 但自从长乐公主的无双社 在经理广纳人员后 为了讨好公主 甚至有人上门来找麻烦 有些手段无赖至极 我都难以启齿 姐妹们受气受得多了 难免心灰意冷 两个月只收了七个人 却走了十几个 就连使连姐姐都受不住 不爱管事了 绝姐姐 你快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这可如何是好啊 燕散 一遇从玉房出来 脑子里还在回响着 进入安的请求 李太送走了李孝公 回到翡翠院 进屋见着他坐在床头出神 头发还湿答答地披在肩上 灵口已瘫成了一小片 便扯了金子搭在他肩上 好感 一遇慢腾腾地扯开金子 裹住发烧 突然道 听说常乐公主办了会社 嗯 李太对这话题并不大感兴趣 走到衣架边解了衣裳 你说他到底想做什么 若说进入安那群小姑娘办文社 是为了兴趣爱好 为了给一群志同道合 出身又不很高的小姐找个聚处 日子过得多些滋味 那常乐呢 一介女流又能做什么 李太反问 你小看女子 一遇不乐意地挑了挑眉毛 胡乱把头发挽到了井后 道 原来京里有个耳容师舍 收的都是有名有望的千金财女 若非是长事的不擅长打点 待她坐大 百十位有身家的女子连在一处 同声一气 谁敢说她没有过人之事 李太转过身 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想说 一遇大概想不通什么 有些烦躁地将金子丢到了床尾 站起身 在她面前来回地躲了几圈 左拳一下一下敲在右掌上 站定 贪言问道 你当清楚 我在长安城的贵女圈子里被排斥的事 不用疑问 是陈述的口气 这是事实 长安城里 多数公主 王妃 有名望的夫人 出身高的小姐 甚至是宫里的长辈 嫔妃 都吝啬同她交际 夫妻两人心知肚明 她从不同李太讨论这件事 尽管有自尊心在作祟 但更多的是两个人都明白 李太可以给她庇护 给她帮助 但是绝不会直接插手到 女人之间的纠纷中去 见她有开诚不公谈一次的意思 李太有了兴趣 宁愿多听她说一说实话 并不插嘴 点头示意她说下去 你当时我一直在关注那莫营文社的事 也多有照顾他们 我是想着 既然我在长安城的贵女圈子里被排斥 与其放低姿态 同他们虚拟尾夷 何不自己拉一伙人 同我站在一起 这样一来 既杜绝了旁人看我笑话 孤立我 又助我扩建人脉 何乐而不为 一遇说着话 眼中散发着不逊的神色 波扰了李太的目光 她是喜极她这斗志满满的样子 我之前就是这么想的 但今日听说了 常乐公主同吴双社的事情 殿下不知 吴双社这两个月下来 竟同尔蓉诗社搞垮之前 一样的规模 然那群小姐们 整日念着诗词歌赋 弹着琴棋书画 闲暇却多是在八节攀比 飞扬跋扈 两面三刀 我亲眼所见 就怕这群人表面上光鲜亮丽 心里都快被叫化成 无赖泼皮了 她握紧的拳头 又一下砸在手心里 没看见李太 渐渐认真起来的目光 她又来回走了几步 进朱者赤 进墨者黑 京城女辈风气日下 她们又是非贼非乱 无人可管可治 带到她们潜移默化成性 再是这么一大群子女子聚在一起 成了气候 要想再之 为时晚矣 她画壁 李太已沉下脸色 她这会儿若还不明白 一欲一进门 问她那句话是何意 便是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了 常乐是个很有心迹的女人 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 这并不算答案 却让一欲心里有了谱 皇帝同先后的嫡长女 万千宠爱 又招了长孙无忌 嫡长子为父 这朝堂上比她尊贵的女人 还真不多见 昭华三公主是一个 周国夫人是一个 那三日那日狙击赛上所见 就连现在后宫当家座主的伟贵妃 都对她客客气气的 一个尊贵的女人 不足畏惧 难得是一个出身尊贵 又有心迹的女人 见李太脸色也不好 一欲便将刚才高高捧起的话题 往轻处放了 现在我还只是猜测 是我多想了也不一定 不过不论是猜测也好 会成真也罢 都不能放着她不管 我预试一试 他们不是看不上那些 出身不高的夫人小姐吗 我确实不在意这个 以多尚可导向 更何况是人呢 她迎上她若有所思的目光 干脆借着机会 将一直埋在心里的隐忧拖出 扯了扯嘴角 冲她露出个干净的笑容 半是玩笑 半是提醒道 女子或许大多时候 都不如男子 正是因此 才往往有男子 意料不到的事情 在女子身上发生 殿下还是提防着吧 她不敢说 也说不出口 这大唐的江山 后来就是被一名 后宫而起的骑女子 攥在了掌心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两个人各有所思 对望了片刻 极有默契分头各忙各的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说起了别的 炎时你离席去了西云 李太坐在榻上 退掉靴子 换上了私履 翠西婷有几位小姐半嘴 不是这么大事 一欲一语带过 将半干的头发 披散下来 擦了一会儿 见她换好了衣裳 便很是自觉地靠过去 叫她给擦头发 两人挨在一处 又聊了些旁的事情 侍女敲门送汤水来 李太才折进浴房去沐浴 昨夜被一欲一语提醒 李太第二天早上 便派人去查探 常乐那个无双社 消息下午就送了回来 果然同一欲所讲 常乐笼络人很有手段 借用前世收买人心 这女子闻社办起 才有数月的光景 当中人设 上至公主 下至达官内眷 已有五六十人之多 不少人对她唯命是从 马首是瞻 公主府并不缺银粮 单是每月宫中赏赐 便够花销的 再加之长孙府业 私产等等 足够常乐销售 就连她今年的中秋夜宴 都有几个靠着关系 弄了红铁混进来的 若没有一欲那番详解 李泰看到手中查来的探报 根本就不会往别的地处想 只当是这群女子玩性大 无事作乐罢了 有了提防之心 李泰却并没有 找手料理此事 作为男人 她不如一欲心思细腻 可却想得更远 几番思量另有打算 念着昨晚一欲 斗志昂扬的模样 因对她放心 才不担心事情失控 便乐得轻松 将此事压下 只命人隔段时间 查探消息回来 并不插手干预 属下糊涂了 阿生听完李泰 吩咐盯着常乐 那个女子文社 不解地问道 李泰想了想 便挑了一欲 昨晚几句话 复述了出来 叫她也知道 五双社 是个不安定因素 阿生不是笨人 一点急通 当下一脸后怕 唏嘘道 这真是啊 谁会去提防 一群女子 打打闹闹的 这要是隔了两三年 再看出猫腻来 岂不是给我们 填了一大赌 万幸主子英明 被李泰用着 满眼崇拜的目光望着 李泰嘴角 不着痕迹地掀了一下 并没指证 他拍马屁错了人 但却是比旁人 赞誉他百句都要重听 英明吗 也对 他眼光的确不错 中秋燕吧 一遇隔天就去了 城府探访 直接去欠了城府人 从他口中 旁敲侧击 知晓城小凤 并未如前天所讲 答应城夫人 那桩婚事 因上次一别 说了难听话 一遇怕见到 城小凤尴尬 就挑了好言 劝慰城夫人一番 好说歹说 是叫他答应 放城小凤 出来透风 不再关着他了 也不再强逼他 给他几日时间放松 认真考虑一下 同其争这桩婚事 从城府出来 一遇转道去了文学馆 一来是想亲眼看看 坤原路的修边进度 二来是冲着齐征去的 竹子 到了 于通停下马车 平霞掀了帘子 平慧给一遇扶正沙漠 才掺着他下来 门卫认识牌子 恭恭敬敬地拜见 一嗓子下来 血管门口 来往路过的学者 都驻足留步 纷纷低头行礼 看在一遇的眼中 觉得这些气节 颇高的文人 是比他四月来那回 尊敬了不少 他这会儿还不知道 他先前安排下去 连发了三月的玩耀 和几样实用的小东西 已是教一群受益者 都感念他的好处 一传十 十传百 文学馆中便少有人不知道 这位出身颇热非裔的王妃 是个宽淑待人的女子 进了文学馆 朝大书楼那边走 尼玉正要叫平霞 拦一两个路人 问一问李太这会儿 是否在书楼里 迎面便走过来一个熟人 齐大人进来可好 以前看齐正 还是个有志有谋的人 现在瞧了 怎就嫩得不顺眼 听这声冷冰冰的调侃 再抬头看了一眼来人 齐正心中大呼倒霉 他刚才低头 想事没有看路 不然早苗见这位 早就躲到树丛里去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其他人进来可好 一遇冷淡地问道 见过王妃 王妃安好 正不敢劳王妃问候 王爷就在大树楼中 您顺着道往前去就是 正这便先告退了 齐正客客气气地答了 便打算擦边走人 一遇哪会让他流走 扶着平铜的手 朝左边空道上移了半步 挡住了他的去路 其他人先别急着走 我正好有事要问你呢 在别处也不方便 你且随我到大树楼去吧 呃 这可不巧 在下刚被王爷交代了差事 正要去做 要不改日再 什么差事 能比其他人的终身大事 还要紧吗 随我来 王爷若要罚你误事 我担着便是了 一遇没忍住 瞪了他一眼 便朝着长廊那边走去 其中缩了缩脖子 不敢就这么走人 只好兴兴地跟上去 大树楼顶层 原本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都被撵了下去 李太坐在窗下一手握笔 一手持卷 两耳不闻窗外视 就离他一丈远处 一遇正同其争 大眼瞪小眼 这里也没外人 我就问你一句 你可是诚心要取小凤 若不是 那你趁早同我说了 有我同王爷在 成家不会勉强你 也不会为难你 话是这么说 一遇心里 却已做好了打算 要这齐征 敢说一声不是 立马叫他吃不了 兜着走 好在齐征 没叫他失望 仅是苦笑了一下 便不迟疑道 不瞒 王妃说 在下确实是想 娶成大小姐为妻 只是 只是 吞吞吐吐 这是什么 一遇拿手拍了拍桌子 不耐烦的 只是 相忘有心 神女无梦 强求无意 其中眼神落寞 一遇得了答复 这才有闲心去打量他 便发现 他气色比起三个月前 的确是不算好 想来 所言不假 他是对 程晓凤有心 好个神女无梦 强求无意 一遇点头 不知是气是笑 你既然清楚 念在你给王爷办事 还算牢靠的份上 我会同 程大人 程夫人交代 不管你先前答应过什么 这糊涂亲事 就此作废 前些日子 被程老爹 威逼恐吓了一番 面对这么好说话的疑郁 其中一时反应不过来 傻着眼见疑郁 冲他白白手 其他人不是还有差事要做吗 赶紧去吧 别误了正事 那 那程家 我不是说了吗 这件事 由我帮你决为 若大个长安城 小凤若要嫁 还不到个门当户对的 好人家吗 你放心 我才从程府过来 程夫人已是有了更好的女婿人选 就不劳其大人操心了 一遇好像没看见 其中刷白的脸色 又嘱咐道 哦 还有 你嘴巴记得闭紧点 不得将小凤 留宿在你家中之事 透露半句 不然 程大人发起怒来 谁都护不住你 行了 你忙去吧 说吧 便不看其中 清白交加的脸色 朝李太走了过去 在他身边坐下 随手拿了一卷书帆 王妃 我 我是诚心想去程小姐 其中鼓起勇气 窘着脸道 一欲却回头 冷叮叮地瞪着他 语调略潮 其他人 莫不是痴人说梦 你想娶 别人便要嫁吗 莫不说小凤无异于你 就是他有异于你 凭你二人的出身门地 家境积业 又岂是能随便送做一对的 先前是程大人气糊涂了 两位长辈冷静过后 断不会准许这桩婚事 你且别再痴心妄想了 踏踏实实地帮王爷做事吧 我 我 退下 大腿被拧了一下的李太 不能再装聋作哑 抬头冷声一句 其中纵有万般的不肯 也只好先行离开了